您好 歡迎收看6月27號大花蓮地方新聞 我是如宇慧 花蓮縣在今天持續維持零確診 累計病例有68個人 而居家隔離人數還有28位 現場許正偉向中央喊話 針對花蓮縣委託聖宏集團購買疫苗一室 也期盼中央可以盡快開放地方政府來購買 現場許正偉在記者會當中特別定靈鄉親 目前因為未戴口罩含送財法 劍數有22件 呼籲鄉親切莫因為花蓮零確診 而親戶自身的健康安全 並且提醒符合資格施打第二劑的鄉親 儘快預約接種 現在許正偉並且向中央喊話 針對花蓮縣委託聖宏集團購買疫苗一室 能夠盡快開放地方政府 以民間企業購買疫苗 提升接種疫苗的覆蓋力 讓傳染源降到最低 這個實際這個要為幫忙國家買五百萬劑 不是急迫性嗎 難道地方政府為了地方鄉親的生命 我們急於購買疫苗不是急迫性嗎 所以我們希望中央第一個 能夠授權給目前合乎我們這個衛福部 提出的所有的行政送件的 已經送件完備的這些團體能夠 中央政府能夠授權給這些單位 我們大家一起共同合作 就把疫苗購買到位 我想這是一加一大於二 那花蓮縣委託聖宏來購買疫苗 我們在合約上簽的是 只要是符合WHO認證的四種優質的疫苗 我們同意授權給聖宏 而我們傾向防禦率最高的 九十幾%的防禦率最高的BNT 也就是輝瑞來構進 所以這是我們現在要做的 日本1.2億人 政府已經準備了五億劑的疫苗 韓國五千萬人 有四倍兩億劑的疫苗 所以舉凡在我們周邊的 我們最熟悉的兩個國家 國家政府都已經預備了這麼多的疫苗 而中華民國呢 這也就是無論是企業 團體或者是地方政府 急於幫助中央政府一把的時候 所以再一次呼籲中央 可以同樣的給慈激 以及花林縣政府 我們中央的授權 讓我們繼續 來跟這個 讓盛宏繼續來談下去 歡迎縣衛生局長 朱翔恩表示 在長者施打疫苗之前 請家属依照一廳二倍三送的疫苗注射守則 一廳則是 以示評估長者健康是否施打疫苗 二倍則是施打疫苗過程當中 家人務必陪伴並且持續關懷長者48個小時 隨時留意長者的身體狀況 三送長者若有過敏等不適情況 必須立即就醫 今天終於歡迎收看